好的电影改变你的认知 欢迎大家回到我看电影了没 我是K猫 今天我要给你们讲一种 不假外球的幸福 有胸骨手艺在的地方 这部电影是来自 K星球APP的群群 MER和大力爱萤火虫 等一个K星人推荐的 么么哒 挑个大晴天 挤腰包 穿外套 戴小帽 哦 别忘了主拐杖 全身装备好 老头手艺出了门 紫阳花开得正好 要是下场雨 保准更好看 手艺边走边瞧 蜜蜂踩蜜 飞椅钻洞 她的眼睛闪闪发亮 这儿是她家的庭院 是她宅家三十年里 和妻子一棵树 一丛花种出来的 如今已发展成完备的小生态系统 蝴蝶 腐叶 水草 鲸鱼 抬头看 阴阴下目 转黄梨 低头看 是不知哪来的猫咪 这些事物 她虽然天天看 但每次看 都像第一次看到那么认真 她甚至能看出来 蚂蚁走路 先抬 左边第二条腿 像这样逛原子 是手艺一天中最重要的事 为了给最重要的事做准备 得先好好吃饭 吃饭时 她一句话不说 嘴巴只为咀嚼服务 遇到咬不动的年糕或者香肠 还会动用工具 手艺痴痴的样子 妻子秀子和帮庸早已习惯 用过饭 手艺会和秀子在其桌上 讨论当日的日程 若有需要烧的垃圾 一般都交给手艺 她喜欢在一天的开始 清理掉身外之物 若没有手艺要忙的 她就直接去逛原子 秀子则喂鸟 洗衣 两人通过各自擅长且习惯的事 开启如常的新的一天 手艺全名雄谷手艺 幼年家境英时 父亲经营地产兼实业 然而手艺自小叛逆 不愿子成副业 转身考上东一大 走上艺术之路 她二十岁时生母去世 三十岁时父亲去世 做实业留下的债务 转移到她身上 她不得不自力更生 她做过动植物科考队队员 侨夫和画书先生 因为生活贫苦 她和秀子生的五个孩子中 有两个夭折 在第二个孩子夭折后 她画成油画 从火葬场归来 评论家称 画作用抽象的形式 表示具象的场景 形成独特的手艺样式 成为日本美术史上 不得不提的画作 童年 手艺中风 无法长时间站立行走 再没出过门 因为她在美术界的名气 常有人上门求字画 甚至有贼人偷她写的门牌换钱 这不 今天就来了个客人 客人是开温泉旅馆的 想手艺写一块招牌 要多少钱随她开口 呃 客人懵了 她不就在那坐着吗 但见秀子那副认真的样子 又不像在打发她 唉 罢了 早点回杏州吧 不像秀子一听 她从杏州来的 认真了 又找了手艺一遍 手艺拔腿就来了 原来 手艺三十年没出门了 她还以为 从杏州到东京 要像她年轻时那样 要花好几天呢 其实现在开通了新干线 两小时就到了 客人本以为踩了狗屎运 不想手艺手气笔落 写出来竟是 无一物三字 接着飘然而去 客人不写 她完全不知道 这个手艺 只写自己想写的 而这无一物 正是手艺喜欢的字 旁人见状劝说 写都写了 不如把旅馆名字 改成这个吧 毕竟去洗温泉的人 一服一脱 赤条条来去无牵挂 可不就是无一物吗 而手艺送走客人后 美美地给邻居 写起了自己的签名 让邻居拿去换钱 在什么人面前保持自我 在什么人面前 让大家都高兴 手艺都是有数的 金钱不如十亿 远亲不如近邻 她手艺的世界就那么大 再远的东西 也就不必求了 时间不知不觉 到了中午 午饭本想做乌冬面 邻居却送来了 做多的咖喱 袖子嘴上说不要了 但最终端上桌的 变成了咖喱乌冬面 午饭分两桌吃 手艺 袖子和帮用一桌 邻居和来跟拍的摄影师一桌 尽管手艺是个超凡脱俗的主 但袖子带人总是很和气 那些来过手艺家一两次的人 都觉得这儿舒服得像家 中途袖子接到电话 转头对手艺说 天皇要给他授予文化勋章 手艺听后说 不要 袖子就在电话里拒绝了 一来一回 语气平常地像在说生活中的鸡毛蒜皮 说完 手艺继续吃起咖喱乌冬面 吃饭时只吃饭 不说话 是手艺的习惯 今天也一样 然而今天 注定不一样 手艺早上逛园子时 见到块奇怪的石头 纹路和质地 全部像自然生成之物 午后休息时 他又听到院子外传来施工的声音 本来安静的鸟儿四散纷飞 他久违出了门 从院墙外的标语中 他知道的大概 标语是喜欢他画作的年轻人挂的 声讨附近的建筑公司 造高层公寓 挡住了手艺家院子的阳光 又走了一段 他碰到一小女孩 两人对视了一会儿 手艺一败下阵来 大大顿走了 在家三十多年的老宅男 早已不习惯外面的世界 下午 建筑公司的老板 荷包公头找上门来 让手艺撤掉院墙外的标语 因为抹黑了他们公司的形象 手艺不知道藏哪去了 袖子帮忙顶着 老太太瘦小的身躯 缩在一边 面对建筑公司老板 违逼利诱 不怎么说话 也不爱妥协 她只说 为什么不找贴标语的人 找我们有什么用呢 但得知公寓会挡住院子的阳光时 她还是有点失落 包公头僵不住了 忍不住去厕所 却在厕所遇到一老头 您就是手艺吧 不不不 我不是 我在电视上见过您 包公头明白了 感情大画家手艺 在这搞厕所盾呀 但包公头没把手艺 拉出去见人 她对手艺有事相求 她偷偷带了孩子的画过来 请大画家帮忙看这孩子 有没有绘画天赋 要是有的话 她就得和妻子改变教育方生了 画里画的是太风 手艺看了几眼 吐出两个字 拙裂 所谓拙裂 也是手艺自己画的风格 包公头若有所思 她虽没得到想要的回答 但对着那幅画 竟也越看越高兴 话说 能跟手艺聊上天的人 聊完都挺高兴的 就像跟拍手艺的摄影师 本来觉得自己拍照拍不好 很焦虑 但跟着手艺 趴地上看了半天蚂蚁 慢慢竟觉得 这世上没什么事好着急了 没什么好着急 脸上的笑自然而然就出来了 天色就这么渐渐昏暗了 手艺家的客人也走光了 袖子在池边找到静坐的手艺 她今天接待了那么多人 有些累了 而手艺就像可以给她 迷失力量的石像一样 让她放松下来 这天手艺有话要对袖子说 她想把这池子填了 因为等外面的公寓建起来 这就是院子里 唯一能看得见阳光的地方 袖子有些心疼 毕竟是夫妻二人 挖了三十年的池子 而手艺面色平静 没了池子 她还能有一小片 能看见阳光的院子呢 足够了 这就是手艺的哲学 世界变就随她变 她不抵抗 也不沮丧 想办法收好自己的小天地 田池制散工程 是拜托包工头来完成的 作为回报 手艺把池里的鱼送给她养 给她孩子做临摹练习 另一边 手艺家的单身帮拥 因为学游泳的时候 跟睡起男教练 发生了肢体碰触 心里一高兴 买多的食材 正愁者如何处置 秀子见状 说不如请人来吃饭吧 那请谁呢 转眼间 小吴就热闹了起来 朱姨坐在桌边 用力嚼肉 突然看见 院子里有一闪一闪的光 他以为是落单的工人 出门去找 走到近前 却是个脑门上 有着发光触角的家伙 那人自称来自池子 池子就要和宇宙相连了 邀请手艺一同前续 那可是宽广的宇宙哦 手艺 不觉得这个院子太小了吗 太大的地方 对手艺来说没用 而且 要是手艺走了 秀子独自一人 会很受累 秀子曾经历两个孩子夭折 如今还常常对手艺提起 如今年老的他 承受不了更大的失去 这是手艺最担心的 那人听完 信心回了池子 不知过了多久 手艺在椅子上醒来 秀子在一旁收拾厨鱼 轻轻说 今天真热闹呀 恍如隔世 手艺突然想 这样的日子 怎么过都过不够 如果有来世 他还想再活一次 再多看看这个世界 秀子却照常傻气愤地说 我活这一次就够了 活着可太累了 可就是说累的他 每天认真做家事 变着方让大伙 都开开心心的 又不知过了多少天 院子里的池子填满了 对面的公寓也建起来了 而手艺家的生活 虽没有了池子和阳光 仍易如往常 因为他家的主心骨 其实不是院子 也不是阳光 而是手艺那颗 不假外物 也能寻得快乐的心 这事很有多点 没钱 catch 为什么 打得 Sache 打得不好 我们ции 表演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